大家好,我是耿娘,今天是2014年的7月17号 回到东方大国的第10天 昨天找了一个废弃盘 就在里面睡觉,外面做饭 今天是下雨了,乌云密布的感觉下大雨 兄弟们看一下,这是上午的9点多 我的那几个快递的话,有些可能今天到,有些明天到,还有一个后天到 最主要就是钢圈,买的钢圈应该今天顺风好像说是要到 还有外台跟内台,他们两个好像是明天到 这边的话有一个帐篷杆好像是今天到 今天下雨我也不知道他们拍送不 有可能还不一定拍送,下雨的话 有可能会不拍送 可能天好一点才会拍送 今天的话我看要下大雨 乌云密布的 今天早上做的是土豆,米饭,还是一样的 直接在这吃饭,兄弟们 本来想让我的太阳能充电宝充一充电 再一会儿又准备下雨了,我就拿进去了 咱们回国差不多就十天了吧,才走了两百多雾 其实有好几天,基本上快一半的时间都是在 测试坏了,然后等车到吧 还有就是回国的时候没多久就生病了 有点这种习惯病毒,现在还是流鼻涕 不是流鼻涕,就是鼻子有时候会有很多弹 这个还没是完全好,但是也快好了 然后咱们等把那些什么钢圈换完 等那个钢圈到了还得去市里面找个自行车店 然后用人家的那个拆飞轮的那个工具 然后把后飞轮拆一拆 然后换到新的那个上面 然后再换上新的轮胎 然后就可以继续出发了 然后现在等于是要浪费几天时间 那个没办法,浪费就浪费吧,无所谓 就是,车子坏了,那没办法 这个东西本来这么说呢 有些可能自然好一点,有些自然差一点 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车子 就骑了两三千公里就这样了 那个官方那边说什么,我带的东西多 我感觉一点都不多 我也不知道啥情况,我感觉他这个质量还是不行 做白了还是不行 然后他那个售后的话 那么之前那个都溜溜溜溜的话 跟他们联姻的话 他们都不利益 然后周一你才能联系到他们 然后我想就是这个车在骑两个国家之后 然后到巴基斯坦那个口岸那里 我总能再买一辆其他品牌的车 我不选择这个车 这个时候我觉得很垃圾啊 就是感觉质量不行啊 兄弟们 我操 上午的话他妈的下好大的这个雨 你看这个屋子里面淋成正 我直接把帐篷搬到上面来了 兄弟们 然后我在这个屋子里面做饭 然后上午到我煮了点土豆跟米饭 我就喝了点水 然后我再重新煮一煮 然后再吃 今天的话那个顺丰刚才给我打电话 然后他说 就是到这个嫩江了 可能下午就会拍见 现在是下午的一点多 然后等他们过来拍见就给我打电话 然后我领一下那个钢圈应该是到了 车圈啊 然后那个外胎跟内胎还没到啊兄弟们 我现在的话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个整法 我主要是我没那个拆飞轮的工具 我要去找个自行车这样 然后骑着自行车到一直往前面走 那边有个别的品牌车店 不都有应该是有工具的 然后用一下人家工具 完了呢 然后再回来 等一下或者干嘛 但是我现在我那个外胎没有到 我就是把自行车搞过去也不行啊 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坐公交车去那个地方 把那个钢圈换好然后拿回来 然后剩下的就简单了 然后内胎外胎一到 直接就可以往那边去了 不然的话就是等明天 然后骑着这台自行车 虽然说自行车轮胎坏了吧 但是骑着没问题 先骑到那里 骑到那里在那里直接换完 然后把内胎外胎全部一换 然后倒好之后直接骑着 就返回来 哦 兄弟们 我操嘞 这是他妈的 又死人啊 我操嘞 我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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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他妈的暴雨啊今天 啊给大家看一下这里啊 我操这里天气好猛啊 妈的看到没有 我这是他妈的暴雨橙色预警 兄弟们 你看一下天气啊 兄弟们 这里他妈要死人了 我操嘞 看到没有 暴雨黄色预警 我操嘞 完蛋了 他妈的这未来几天 都是雨 哇 这个七七二方向这里 他妈的天天要下雨 这几八我操嘞 看到没有 未来一周全都有雨 90天的天气预报啊 到我操嘞 从今天开始 下到7月31号 8月就抢了 我操嘞 这他妈有点离谱啊兄弟们 这几八走个锤子呀 我操我车子又坏了 他妈的 我车子不坏 我估计都干了七七哈尔去的 你看这上面他妈的我这里 基本上是这个地区他妈的 就是降雨量 倒数第二啊 不是排名第二 60至80低 我现在在黑河辖区啊 我操了这是哪里七七号啊我操 最牛逼 极端天气啊兄弟们 爆发山洪我操嘞 那和嫩江 有一定风险引发山洪灾害 看到没有 我操我这个地方 我是你吗 我是你吗 我操嘞 牛逼啊兄弟们 哎呀我靠 这他妈搞个锤子 妈的自然天气 自然天气 还越来越多了 人类他妈天天作死 我操 大家好我是哥哥 今天是2024年 到7月十几号 今天应该是18号吧 然后进入东方大国道第11天 然后咱们现在是去找个自行车店 然后把这个 那个飞轮然后拆一下 还有那个碟杀片拆一下 然后换点新的这个轮圈上面 昨天的话这个到了是顺风啊 其他的话 有的到了 但是他不给你送我 就是那个像极度快递的话 他他不给你送 他就给你放在市区那里 现在离市区还要几公里吧 还能没多远 我主要是车子坏了 我他妈的我去快递也麻烦 我现在我需要先把这个飞轮什么 都换到这上面 去找一个自行车店 我没有工具啊 你看这个都需要专业的工具 还有那个 DSR都需要专业的工具 我去找个自行车店 用一下人家的工具啊兄弟们 直接触发到那个前面是那个 嫩江公安局那里 那里好像公交站 去坐公交车去 兄弟们 咱们在这个法院这里 前面有一个接管车店 然后换来换 这个轮主 然后飞轮啊 然后飞轮啊 然后飞轮 从这个旧的拆到这上面 然后叠片 然后也换了换 然后是花了手工费20 我本来我想又用人家的 然后他直接给我上手了 我去 后面也不好意思 我操 你让人家上手了 是不是 你多少得给人家钱 现在金钱是会吗 然后我就给他20 他做到给他20 OK 然后这个车的话 从这上面换到这上面 然后这个原来的那个不是提到车圈 然后没这个就是厚 这个的话 然后客服说这个是升级之后的轮主啊 哦 刚才我就去前面 然后买了 是一个汉堡 一个鸡肉卷 然后是花了9块9 在那个美团上面 然后又在美团上面 然后又买了一杯奶茶 是4块多 十几块钱 兄弟们 哦 在这里他妈的等光交好难等啊 他这个嫩江式的三路吃 他妈的很离谱 就是他妈的半天 他都不那个什么 我靠 刚才我他妈在这等半天 他都不停的 我操那边还停这边都不停 我还不知道啥情况 不鸟你知道吗 然后 刚才我就问前面那个施工的工人 我说 这边他妈他怎么不停啊 他们说不能不能 什么可能不停啊 妈确实不停啊 我操老子难道他妈长得像乞丐吗 他妈的是 他不会把老子他妈认成 问他们公交车他妈要钱的吧 我现在形象看起来确实有点像乞丐 有点像那个他妈的要钱的 我感觉我可能真的是有点像他妈的乞丐 我估计他们把我认成乞丐了 然后就不停 他们恐怕我他妈上车 然后我他们要钱 然后我他妈我就这样挥手挥手 他妈的他们都不停的 你知道吗 兄弟们 很离谱啊 我靠嘞 现在他妈的我公交车都打不到 我操嘞 我可能他妈穿的也比较牛逼吧 下面是布 不要说今天很冷啊 我操 然后 哎呀我操了 大家不说了 然后咱们那个快递的话就是 那个轮胎的话 本来是想让他发过来 就是一起安装一下 然后然后那个快递又说他妈的 你那个什么地址不行 他说明天才能 嗯 那个给你派送 可能到明天下午去了 又要拖一天 我操 这服就那个 我现在我 就是轮胎没拿到很很尴尬啊兄弟 现在咱们是回那个南疆市公安局那里 因为咱们在附近住嘛 那里有咱们的窝嘛 老窝 然后在那里 我饭都做好了 但是我没吃我就过来了 所以我都在那里买了一个鸡肉卷 一个汉堡 然后买了杯奶茶兄弟们 我们在这里等啊 他妈的老是不停啊 他妈好傻逼啊 老子他妈又不是要你们钱 那么靠 只是老子他妈不在意形象好不好 我靠搞得我跟他妈的要饭的一样 我操 他们肯定以为我是乞丐兄弟们 确实老子他妈长得很像乞丐 然后这头好久都没洗了 他妈的眼好久也没洗了 妈天天在那里 他妈树林里面往那里一躺 他妈的真的跟乞丐一样 这边的话我感觉要下大雨啊 这里是墨尔根大鸡 这个地方的话是黑河市辖区的一个县城啊 从这个县城那妈出去我车就坏了 对不起 前面的话妈的这个三路车还没来 妈来了他又不停 我操嘞 啊好他妈的牛逼啊兄弟们 我他妈等车等不到我操嘞 玩犊子了 兄弟们他们的快递基本上到期了 然后还有个快递需要我汽车车子去领 这个扳手啊其他的话就没有啊 然后这边的话这是轮胎 内胎这是轮圈啊都搞好 搞一下就ok了 兄弟们兄弟好好了 可以出发浪一圈了兄弟们 非常孤单 这是我的小打气筒便捷的 非常nice 兄弟们刚才出去等快递了把这个扳手连回来了 然后把两个充电宝就放在前面那个阿姨家里面充电 又多给他五块钱 五块钱也不多兄弟们 这东西就先放外面吧 明天收拾一下就可以 出发了兄弟们 今晚就暂时这样 里面有洗点了 可以洗洗点 今晚就在这里在最后待一晚上 然后明天就撤了 哎呀 我也麻烦那个阿姨了 在他家就借点水 然后 把那个手机又在他送点电 然后我多给他付五块钱 他那个辣条跟水 才十块钱 他那里就是卖东西卖的很实在 你知道吗兄弟 不像有的地方我超卖的好老贵的 我说我的市区买 或者其他不好的人 很贵很贵的 然后那个阿姨还给我两根胡 真的是好人呀兄弟们 我操黄瓜兄弟们看到没有 黄瓜呀 三根黄瓜 开开兄弟们 我操我都不用做饭兄弟 这里面还有点米饭 我感觉我都吃不完 我操明天再摘一摘 今天晚上吃黄瓜辣椒 我把这个水倒进这里面 我再洗洗手 洗洗点 今天晚上就在这里再注意 明天就吃 我吃了基本上修好了 然后也没啥事 这两天我就在这里呆 能过两天我就吃了兄弟们 反正我吃了就在这里 是不是很漂亮兄弟们 这换的这个轮胎我不知道怎么样 反正感觉还行吗 这个轮胎是车里废掉了 看一下 包废了 这又换一个新的 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 也不知道耐用不耐用 那网上说评价老好了 说这个很耐用很耐用 他妈到底耐不耐用 我也不知道 感觉比我这个应该好一点 这个是不知道啥牌子的 来兄弟们 我就睡觉了兄弟们 明天 赶路了 今天最后一天 东西我放在那个阿姨那里送的 兄弟们来吃这个辣条 喂龙的兄弟们 他在卖三块钱兄弟们 一个是两块钱 八块钱 四块钱 他卖的好便宜啊兄弟们 一般超市这个卖三块五 然后这个水的话没毛病 他卖的很平平价 人家还有这边卖黄瓜 我又给他五块钱 九点水了 这里他妈刚好能看到 对门的那个大爷他家里 这他妈这叫什么 这叫那么欣赏 床外的风景